每一顆豆腐飽滿 經過泰晴是誰 那水餃真的是好吃 哇 看起來很讚耶 超正的 今天呢 在足冬是有一件事情 要來跟大家分享 平常在Instagram現實公派 都有介紹到 我回娘家 都會來買一家水餃 是我爸爸的太極老師 他開的 有跟太極老師聊到 很多人跟老師抱怨 不會煮冷凍水餃 今天就來教大家 怎麼煮冷凍水餃會很好吃 他也要教大家怎麼做鍋貼 會最好吃 燕子紅手工水餃 很多種水餃 我最愛白蘿蔔 我老公最愛芹菜 他水餃很好吃 現在因為疫情的關係呢 他現在比較多是宅配 所以可以來跟他訂水餃 他的水餃其實真的都還蠻好吃的 就是看個人喜好 芝麻 蔥燒 燒餅 我覺得也一定要吃 非常的香 因為他是手工打的 湯也很好喝 真的很好喝喔 餛飩也很好吃 我覺得都要試 這就是我們燕子紅的老闆娘 嗨 大家好 就是你有教我娃娃太極嗎 欸 對對對對 就感覺好像太極 然後就會想到很功夫 然後用太極去做餃子皮 就會特別好吃的感覺 就是要用到功夫王 吃起來 比較軟Q 不會硬 這是我的最大的特色 餃子餡的話 結合了我們河南的口味 跟台灣的口味 如果吃這個河南口味 覺得有點太重太鹹 台灣的口味比較清淡一點 調料上面就下了很多功夫 所以我們的水餃 不沾醬的話 也能吃到它的原味 我是覺得很耐心 真的有下功夫 我們的調味料 不是單純的 就是一些買來的東西 混合一下就好 食品安程上 大家要混吃 經過太極之事 聽起來煮水餃很簡單 但是真的很多人 不會煮冷凍水餃 煮水餃真的是有技巧的 尤其是冷凍水餃 對 尤其是冷凍水餃 很多客人也是來店裡 反應說 怎麼我在你這邊吃 很好吃 買回去冷凍自己煮 怎麼就跟店裡的不一樣啊 尤其那個皮擦很多 就是因為煮的原因 做煎餃都是用新鮮包的才好吃 如果機器鴨的皮冷凍過以後 它的水分會流失很多 因為機器皮它也加太白粉去隔離 太白粉又是不吸水性的 所以它才是做煎餃的話會比較硬 但是我們的水餃皮是 就是沒有加任何的添加劑 有很好的吸水性 做煎餃一樣不會硬 就請老師來教我們 怎麼煮冷凍水餃和煎餃度最好吃 這個就是我們的冷凍水餃 每一顆都很飽滿 我沒有預訂不一定買得到哦 對啊 因為我們手感不一定亮啊 很像啊 各位啊 記得拿出來之後 剩下不要用得心狗還放回冰箱 對對對 不然它皮會黏在一起 水滾了以後 把水餃丟下去以後 直接要攪拌 不要讓它黏過對不對 自己包的新鮮水餃丟下去也要攪拌 嗯 少滾 或者是完全滾也可以 有人說我冷水丟進去 有人說煮到八成熱就好啊 我們手工皮最大的特點就是 非常滾丟進去也不會裂 因為純麵粉的東西 它的吸水性非常的好 所以它不存在說丟下去啊 就會馬上爆裂的問題 能把它弄裂的人 真的太不會做料理 那個就很厲害了 怎麼辦 我覺得老師好像也很舒服 因為這個東西品質好 隨性一點沒關係 放進去之後還要再等它再滾一次 對 要等它滾起來 一開始丟進去啊 你攪拌過它 這個時候它就不會黏了 好 現在已經大滾了 那第一次滾大概要讓它煮個 兩分鐘左右 再來加冷水 加冷水的作用啊 讓那個皮比較Q 好 這樣大滾了 我們再來加一次 這是第二次加 對 新鮮的水餃也是要加三次了 夏爾用是有包肉嘛 它沒有那麼快熟 讓它皮冷卻一下 不要那麼快熟 收縮一下會比較Q 滾了之後加零三次 也是一樣讓它再大滾一下 對 大滾起來以後啊 盡量用中火 太大的火這個麵皮很快就熟了 夏爾還沒有熟 所以用中火最好 來 最關鍵的 大家煮了這麼久 不知道這個水餃究竟有沒有熟 現在看起來是有 對 因為它完全膨起來了 裡面已經有空氣 就是它會膨的那樣漂亮的風在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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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熟的話你壓下去 它不會膨起來 不會彈起來 完全的圓滾滾的膨起來以後 這個才是真正的熟了 你看它很膨 水滾才算時間 把水餃放進去煮個兩分鐘 然後再加水 等著它煮個一分鐘左右再加水 總共加三次的冷水 這個水餃煮到完全膨起來就熟了 總之就是讓它滾三次 然後加三次水 對 加完水以後讓它滾起來滾一分鐘左右 然後再加水這樣加三次 好 因為每個人煮水餃的火候不一樣 你最後還是要去觀察這個水餃 你把有沖到氣的感覺 膨起來的 這條醬油 蒜泥油膏 蒜蓉 我覺得其實都還蠻好吃的 但我就不吃辣了 有些人覺得這個很沾辣 整個吃辣 好 總之我先吃一個 嗯 非常正點 芹菜非常的多 吃起來就是真的餡很多 他們的水餃真的是好吃 平底鍋最好 但是要稍微厚一點的平底鍋 不能太薄 太薄它那個水馬上就蒸發 就不容易熟 芹菜跟白蘿蔔兩種 我的麵粉水是 加油太白粉跟麵粉兩種混到一起 只要一點適量就好 因為我們是冷凍水餃 它加的水要多一些 我會先加一點點油進去 這樣防止它黏緊 先小火 我們今天兩種芹菜跟白蘿蔔 等這個鍋子稍微熱一點 這個麵粉水要把它攪均勻 我們這會兒可以開大火一點 淹到快一半了 一半就可以了 淹到水餃的一半 蓋起來燜煮 剛一開始用大火 讓它的水要滾起來 好已經有滾起來了 對這個水大火起來 我們就把它關中小火 重點是在後面 水的那個程度快乾的時候 再來加油 我們五分鐘左右再來看一下 OK 我們中途可以打開鍋蓋看一下 這個水量還剩多少 這時候還剩的比較多 你就可以把火拍的再大一點 主要是讓它收汁是不是 對對對最后要收汁 再來看一下這個水的狀況 已經冒泡可以見底了 這個時候就已經快好了 就已經快收汁了 這個水餃已經有透明的感覺 也是快熟了 如果還很白白的 那就是沒有熟 有點看到肉的感覺 對對變得透明了 也有點蓬蓬的感覺 你剛才要打磕了 不用蓋鍋蓋了 就是要收汁 水多加一點沒有關係 因為你有時候拿捏不准水加少的話 它會不熟 水多加一點 就這樣把鍋蓋打開 讓它的水分快一點等發就好了 好 水快沒有了 這個時候就要加油了 好 聽到滋滋的做小聲了 這個油的聲音滋滋的 然後大顆 你看 這個時候的火啊 你就不要太大了 中小火就好 邊邊開始有一點點黃黃的 比如剛才加的麵粉水的顏色 小醬粥還快熟 對對對 其實煎餃大概10分鐘以內就熟了 這時候的火候最重要 要小心不要把它燒焦了 要把它調再小一點 來 你看就開始黃了 好 要準備出鍋了 好了 好漂亮的黃黃色 好了 我要把它扣過來 很漂亮 又不會太過 這個就是剛剛好 這個都酥酥的很好吃 來 可以吃吃看囉 哇 看起來很讚 這個實在是有夠漂亮的耶 你如果是要做很漂亮的那種 冰花煎餃的話 之後再來叫我老公做給大家看 老闆娘說吃煎餃要加一點點醋 會更好吃 不加調味料 其實也就已經夠好吃了 有沒有 很大顆 正點 真的很正點喔 很多客人說 哇 都沒吃過什麼感 吃的那個水餃 以前雖然春才有 現在冬套年還都沒有吃過了 這麼脆的煎餃感 真的很讚 你們自己趕快試一下 特別推薦我們的芝麻醋香燒餅 跟台灣人做的燒餅 香味真的就是很有特色 很有成分 很愛吃 很愛吃 也不會乾 也不會硬 要買他們的燒餅 對 你都是每天做一大欄嗎 對 就每天就是做這麼多 賣完就沒有了 我們的燒餅很有飽足感 有厚度 反而就是很剛好 買的比較多 放冰箱可以冷藏 就用烤箱或者是微波 烤過以後 這個芝麻的香味就又出來了 夾起司夾蛋都可以 把它割開 那個起司片 把它夾到裡面烤出來 更好吃 或者烤好以後 荷包蛋 煎好以後把它放進去 多麼飽滿 蔥又多 厚實 但是不會膩 非常的難吃 外面是滿滿的芝麻 超正的 台灣賣水餃的也很多 但是幾乎都是用機器壓著皮了 為什麼要趕皮呢 因為我從小就貴 從小又練功 大家吃到更好的東西 辛苦一點也值得 重點一點 我們店裡所有的產品 不加味精 不加防腐劑 我都是用比較好的 貴的東西來提鮮 大家吃的時候請放心 我們是做良心的 重點是要提早訂 不然會沒有 我們目前店裡有炸醬麵 現在生意已經做得比較穩定了 我有比較多的時間了 我就打算再增加一些麵類的 現在要增加涼麵 乾拌榨菜肉絲麵 可能再等等會做手工拉麵做的 番茄雞蛋麵 手工拉的麵是我們河南的特色 是我要這樣子豐富帥帥的麵 是 香菇大白菜現在沒有 因為白菜只有冬天的白菜才好吃 在過一代天更熱的時候 那個芹菜啊 不好吃啦 真的它沒有這個鮮味 我要做豆角 四季豆 其實很多人愛吃四季豆啊 芹菜沒有做的話 可以換四季豆 好 慢慢我會再增加了 我來找適合的菜的話 讓大家吃到當季新鮮的水餃 有機會的話請大家來品嘗一下 好一定啊 那時候等你做出來我先來吃 好好好 太好了 好